哈喽大家好 今天咱们接着聊收藏圈里撬行的那些事 上期视频跟大家分享了买家撬行的故事 今天咱们继续聊这个卖家撬行的事 各行各业撬行都是特别常见的 尤其是收藏圈 撬行撬的尤为严重 一般情况都是你买了一件宝贝 挺喜欢的到别的商家那去了 问说这东西好不好对不对 然后这时候商家很有可能就说 你这东西材质不对 气形不好 价格偏高 这么着吧你把东西退了 到我这我给你一件好宝贝 价格还非常低 这种是最为常见的撬行 我跟大家聊一个我前段时间被撬行的经历 非常郁闷 我在河北这边有一个朋友 这个朋友介绍了一个生意 是政府扶持的一个文化项目 也算是一个文化公司 他们想定制一批文房类的器具 笔筒振齿文盘这些东西 开始先定了一批紫黑潭的笔筒 价格比较低量也不太大 我就自己把这活干了 有一笔不错的收益 然后客户甲方那边收到货之后很高兴 感觉很满意 就应远说再定一批一万件左右的镇齿 我就一直等这个活 到年底的时候 他就说这活落实下来了 你就给我做吧 你先给我出样品 因为这次量比较大 一万件上量 整体来说应该要过百万的这个活了 我就联系一个江西的朋友 也是合作了很多年的朋友 他们是专门做镇齿的 手里头有现成切好的这种板材料 并且他们的工艺各方面也都不错 成本控制的要比我成本控制的要好 我就说这个活咱们一块干 干出来之后肯定是有利润的 然后我这朋友就赶紧的去做设计图纸 出样品 切料 先做了一批样品 我跟甲方这边沟通好价格之后 样品就做好了 发过来了 样品做了一百件 东西甲方收到之后也挺满意的 挺高兴的 然后就跟我说 说这段时间主席出门了 主席出门之后 这件事敲定不下来 这么等主席回来之后 咱们就敲定这个事 付定金 开始干这批活 然后我就等着等着 这一等了 就等了三个月 三个月之后 就是今年年初的时候 前段时间 然后我就无意中 突然发现我江西的朋友 把我拉黑了 我说我找不着他了 我说这怎么回事了 我赶紧就给他打电话 我说活 我说你怎么了 然后他说 他说你自己干的事 你自己不知道吗 我说我怎么了 他说你那批活 你应运好了 要做一万件 并且我给你出了样品 而且我之前 垫付了一批的资金 而且我还给你预留好 这些一万件的料 我自己有这么大损失 这么大成本 你最后把这活 交给别人干 我说没有 我冤枉 我说我到现在 也没接到单子 也没跟那边商量好了 也没见到那边福德人 我说我根本就没接到这活 怎么会把活交给别人呢 我跟他一聊才知道 因为我们这阵尺吧 上面会有一点同活 这样同活 是我朋友厂子里做的 然后他突然有一天呢 接到一个朋友的电话 说要订一批同活 就是一模一样的 原批的同活 说订一万件 我这朋友起疑心了 说你这接同活是干嘛呀 是箱到哪上边 然后那人就说了 我接了一河北的单子 要做一万对这种镇齿 你这么着 你给我拿点同活过来 我就把这活干了 然后我朋友特别生气 就觉得是我 找到这边这个厂子 把他给甩下去了 然后我这朋友就把我落黑了 然后后来聊开了 自然就没事了 反正这事也是挺郁闷的 感觉无缘无故的 就被人撬了行 就被人放了鸽子单 当然这种情况 这个行业特别常见 OK 就是跟大家聊到这 关注我 免费兼证估价 玩玩沈香 拜拜